台中民女子喝醉酒到一间槟榔滩前 不断朝经过的车辆大吼还乱丢东西 在东区汉西夜市则是有男子醉倒在人行道上 原警前来关心 男子紧张到抱不出身份证字号 还拔腿狂奔 而在花莲一米南骑士 酒驾自摔在路边 被原警逮到酒侧值超标 第一时间还要求借电话打给他的妈妈 原警表示不方便 男子竟然就朝原警挥拳 男子喝醉了海酒驾 居然还敢挥拳揍警察 一旁原警上前阻止 迅速将一身酒气的男子压制在地 原来他步满几分钟前 要和原警接手机打电话被拒绝 情绪突然暴走 出拳攻击原警 给我打电话 这是谁 我妈妈 没交钱 你先用她的手电话打 现在打 男子被靠上手铐 戴上警车管束 三号凌晨三点多 他酒后骑车沿途蛇行 最后失控撞上停等红灯的立民骑士 造成自己膝盖擦挫伤 如今不仅酒驾肇事 还袭警被义工为险和防防公务送办 另外酒后闹事也发生在台中 身材撞壮男子被四名原警包围 口中不断喊着数字 就是无法说出完整的个资 真的啦 不好意思 远警怀疑男子有问题 才会心虚想逃脱 一度使出大外哥将他撂倒 我不要 你不要撂倒 你为什么会不让我撂倒 摊擦倒了 就怕男子会受伤 一旁摊犯赶紧出声劝说 要他别再挣扎 他看着警察 他就怕就急着就要走 他不知道要走什么 我就心虚 就是误会一场而已 我们夜市的人都有认识他 九华晚间八点多 辖区警方获报 在汉西夜市旁的人行道 有男子疑似最早路边 原警上前确认身份 没想到他太过紧张 报不出资料 居然就狂逃 才会在夜市被原警压制 然而失控场面 也发生在北区中情路 打赤脚的女子 就坐在车来车往大马路上 还不断高分被标章化石吼 九号凌晨两点多 女子疑似心情不好 何太忙 居然就在槟榔滩前大闹 甚至出手乱杂物品 所信在原警协助下 没有人员受伤 结束这场闹剧 警方也呼吁 民众已久务必要多留意 避免衍生事端 后悔莫及 介绍杰林说 你家民皇之遥 欢迎台中 众文报道